好,又到我们的约定时间,今天好在有来自河北的战友,所以今天比较准时,他们比较理解我八点有事儿。 当然,今天可能语言会有一些不严谨,但是因为喝了酒。 我们在一起,我为什么强调叫夜话,强调叫闲聊。 我们不标榜自己的权威,也不标榜我们有什么类目。 我们也不标榜我们跟主管或者执行成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根据我们对事物的了解、认知以及我们自己的自识储备和我们的认知能力, 对发生的事情进行梳理,进行分析,进行预判而已。 闲谈不论是非,闲谈不论人非,外面有些什么不重要。 不知道大家在山上,官方里面独立的呆过没有,讲点题外的现象。 官方被很多人看得很神秘。 闲谈是一个远离我们现实的一个词语。 其实没有那么神秘。 它的实质性的内涵只有一个,就是强迫自己,远离熟悉和被熟悉的环境。 但是既然还叫做闭关,还叫做官方,就说明我们还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面。 还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那么同样的,在官方里面你要面对,要去克服自然界必然发生的一切现象和事物。 比如说风引雷电,比如说未知的因形。 什么意思呢? 当你一个人被长期的被动或者主动的隔离在一个独立的,与同类远离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你还是世界,也还是世界。 风起了,那么一定会有风的痕迹。 这个树枝果则落在这个屋顶上,那种乒乒乓乓的声音,改变不了。 无数的山野生灵,比如说松鼠啊,野猫啊,相互在你的屋顶上。 那种乒乓乓、决作、争动都必然的还会发生。 当一夜大学以后 你出门都没有办法站稳脚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还是这个现实和这个世界的人 当夜半狂风打坐 雷雨交加 或者野生动物在你的屋顶上 这个蹦跳追逐 都会给你带去那种磨 瓦片怎么讲的事 跟我们想听的不一样 对不起 我讲的都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 我们不批判任何现象 我们也不批判任何人和事 为什么这样讲呢 PTE家人都会知道 PTE在官网前追逐和追求的 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OSL现在标榜的是什么 建立自身生态 建立自身生态 生态跟区块链跟互联网 跟电磁技术跟计算机应用 没有必然联系 这个词是一个跨界的词 这个词原生于哪里呢 生物学 或者像佛学或者道学 生态用我们现在的预定和语意的环境 来理解它 是什么 绝不简单的 单单是开商场卖东西 绝不是这个概念 绝不是这个概念 如果这样去理解它 就把区块链的生态建设的语境 拉低了纬度 不是成词 是拉低了纬度 生态 核心是前面那个字 生 生 生命 生命体 生命 生命形态 称之为生态 只有树 它不叫生态 那是树 只有草 那也不叫生态 那是草 因此类推 那么什么生态呢 有生 生命的特质 能够生存 生长 能够在生存 生长的环境里边 生命的各种状态的各种状态的包容 称之为生态 称之为生态 生命形态 生命形态的聚合 生命形态的展现 叫做生态 相恶之为生态 我很佩服我们的互联网 学会链 这些理工 能够跨界的 去引用另一个学科里边的特有的描述词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笑话 就是在现在叫985级别的学校里边 他有一个专业 这个专业什么呢 叫外语专业 外语专业里边有一个非常被看好 也非常被追捧 也非常被认可的一个学者 但是呢 他是基于母语的 外语专下的文学 这个叫做属性和文学思维 我们不在这卖文 我们不讲英文 我们就讲中文的类 这个物理系的一个教授 在做课题的时候 请这个英语的这个达人 现在叫达人 帮助翻译 翻译什么 翻译电子 在电池场里边的这个活动 这么一个中文语情 中文语情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么这位英语专家 叫做有相当素养 或者叫做有相当著作的 成就的这位学者 就发挥了他的文学思维 他把这一段描绘成什么呢 叫电子 在时常的原野上 自由的跟跑 大家听懂没 我不知道啊 我按我的讲 这在物理学里边 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理解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这一位达人的文学素养 文学攻击 以及英语的跨语总思维的能力 无比的强 无比的强 不要问我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 我是四川人 大家可以去查证 这一段优美的文字 在这一个学校里边 流传了有十几年吧 十几年吧 就是电子 在电磁的原因上 自由的跟跑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的文学水平 他的文字造诣 他的思维和文学 改过的能力 但是大家稍微冷静一点 就可以知道 在物理学的学术语言里面 不需要装饰 也不需要渲染 他要的就是什么 现象的准确描述 现象的准确描述 电子在磁场里边就是运动 电子在磁场里边的运动 他就要的就是 这个现象的准确的描述 举这个例子 举这个例子 可能是因为今天喝酒了 我也有一种文学的 叫做这种思考 或者叫做这种冲突 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首先我们要表扬 在PT这个圈子里边 最近大家这两天反馈给我的很多 字眼片语里边 我觉得非常欣慰 以前喊单的 喊时间的 搞天聚预报的 搞这个类似这样的很多大人 或者叫老师 现在人都开始转换语境 都在用各自对事物的 本身属性的一种权势 都开始回归到了 对政策 政策影响 政策的不可控 政策的不可预判 这些角度 在和大家进行交流 我认为这是一种提高 这是一种提高 我们乐见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氛围 这反而好了 使很多 使很多 被各种 叫做 带有目的 或者不带目的 被目的所左右的一些声音 比如说某月某日 某年某月某日落地 某年某月某日 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样的叫做制造 思维混乱乱的这种现象 现在正在被慢慢的弱化 大家开始去研究政策 去解读政策 去解读未来发展的空间 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由衷地感到高兴 并且对这些敢于 为大家诠释事物发展特性的老师们 由衷地敬意 由衷地感到高兴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大家可能不觉得 有笑点的笑话 一样 就不要用文学的语言去描述物理的现象 不要用文学的语言去描述物理的现象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完全不同的领域 我就不再去 就咬着嘴巴 这个词是最近 因为韩国在对中国的态度上 发表很多讲话的时候 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 使用过的一个词 叫不容自会 不容自会 我们讨论了人事 老是用鸟嘴去弄 就比较难受 所以刚才我用人的文学语言 解释物理现象 举了个例子 没有任何的包和贬的取向 我只讲现象 我只讲现象 比较反感 说我的意见 只要我发表观点 就带来与大家期盼的节奏 相为的这么一种结果 我再次重申 瓦片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如果有 我一定讲明天开 我一定讲明天开 因为大家熬得太难受 熬得太难受 但是这个熬得太难受 跟我们国家 有关系没有必然关系 没有绝对的联系 没有绝对的联系 我上次讲到这个问题了 最近 美国发了风一样的 对于数字货币 各种平台 各种 净是于主流的币种 以及币种 所依存的平台 进行各种各样的 叫做传统金融的 法律性的追求 美国在最近 用尽一切办法 美国的SEC 发了风一样的 把所有的 数字货币的项目 以及平台 挨个的 进行这个 起诉 或者制造 恐慌 弄完了币安 弄这个 Coinbass 然后是 SOAR Eddie Matic Fair 等等 凡是市值靠前的 现在都被美国 列为了政权 那么 列为证券的 一个原因和本质 是什么呢 监管 监管 美国所谓的监管 的本质是什么呢 利用美国 所处的 秩序 规则 霸权制定者的位置 来制造 紧张和 恐慌 紧张和 恐慌 因为美国把你 搞为 证券 搞为 证券的 迷失 违法 那么就可以 干什么呢 杀杀你的代码 为什么要这样搞 美国 就可以利用 他的法律 在需要动手的时候 下架你的代码 连带到你的 关联账户地址和平台 而这些都得乖乖地配合 他 对你的 冻结 我们插两句 以太坊 大家都知道 以太坊 以太坊 在算力时代 在算力时代 那美国动不了他 为什么没办法动比特币 去思考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凡是美国要动你的 都是你的中心化 相对 比较 显著的 项目 美国 目前 还是 由 英国 民族建立的 规则 秩序 和标准的 世界 的制度 规则 自立 美国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 我们航道里边最著名的平台 就叫 Coinbase 特性是什么呢 它是美国的一个合规的上市公司 合规的上市公司 如果不合规 它就没有办法在美国上市 它是美国的一个合规的上市公司 那么美国的合规上市公司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 它的天然属性 就必须是 配合监管 配合监管 那么一个 美国的合规的上市公司 现在成了美国 要对它进行威慑和威胁的平台 那么 这里边反映出来一些什么东西呢 比如以太坊 能够走到区块链 数字货币 或者叫币圈 绝对老二的这个位置 其重要的特性是什么 就因为它的前期 选择了足够的去中心化 没基础的安全性 尽管这种去中心化的安全性 必然的会损失部分的效率 但正因为这一个选择 它的矿工和节点 遍布全球任意的角落 那么就必然的 守护了以太坊 世界安全 也因此 而分享了以太坊发展的红利 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美国 起诉必安的 创始者 就是我们讲的 赵山鹏 那么大家 如果 是真正关注这些问题的 就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到现在没有办法 把他 或者叫做起诉术 送达到 有效的 必安是存在的 但没有办法 把船票 送到 有效的 对法律体系认可的 有效地址 就有人签收 这个 讲完了 我们讲个题外的 大家都知道 在 在 19年官方以后的年底 美国的 饶博士 当时也讲到要起诉 PT 要起诉PT 美国确实 也有把PT 立案的案例 当时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船票 送到哪里 结果 最后 大家在座都知道 送到哪里呢 送到了新加坡 一个 你一次 是 与 PT 有关联的 一个在新加坡 注册的 基金公司 手里边去了 他送不到 PT的手上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那么 共性就是 PT 必然 都采取 去中心化的 不去 去中心化的 不去 哪里都有 必案 哪里都有 PT 哪里都 没有办法 确认 它是 法律 现实 属性的 有效 法律 再提 这是 是不是 很有意思啊 我不知道 大家对 这些问题 有没有过 思考 有没有过 关注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呢 属于那种 比较傻 比较傻 或者叫做 智商 不是太高的 那个群体 那种 属性的人 我就比较 关注 这一类 相 实的 这些 现象 现象 那么估计 估计 或者 我预测 美国最后 只能采取 一个办法 因为 赵长盟 连居住的 具体的 信息 都没有啊 这个人在 确实在 必然 因他而起 因他而发展 因他而存在 但他在哪 用我们中国话 叫居无定数 居无定数 当然 这个居无定数 我不是贬义的 没人知道而已 不是说 像刘兰亥一样的 那种居无定数 不是这一种 那么反过来 我想 尤其是 新兴 金融 的世界 会把这一座 案例 作为重点的 研究 方向 研究方向 当然 不排除 美国会利用 他的 世界 秩序 自定者 世界 规则 自定者 我们讲的叫霸凌霸权的 这个 形态 可能会对赵产鹏进行一些叫做通缉这一类的问题 通缉这一类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讲的是什么呢 是现象 是现象 好 现象讲完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现象后面到底是什么 现象后面到底是什么 先讲 微观的部分 微观的部分 美国 上限法案 是上述 通过 那么通过了这个上限法案以后 必然的一步 就是 搞了这么久 争了这么久 打了这么久 弄了个上限 主的上限到底 要干什么 这个 这不是提外话 而且提内话 提内话 直接和我们期盼的那个是密切相关 密切相关 法案通过两党打的一大活动 除了对世界进行 政治教育 以外 我上次讲过这个政治教育 什么意思呢 要让世界知道 美元 是你们离不开的 美赛 也是你们离不开的 哪怕你们知道我在耍油麻 你们也只能装着 看不见 这是政治方面 那么实质呢 从现在已经能够得到的数据和信息来看 这个八月之前 美国财政部 至少将会有六千亿美元的债券 新的债券 新的债券 那么已经公开的内容 我们知道 实际上就是在六月十五号的当天 美国财政部 新发行的债券 美债 就国家债券 就会超过 一千六百亿美元 那么问题又来了 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市场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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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凡是可以动手的地方 汇市 股市 西市 汇市 美国都东变了 都东变了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 两万多亿的 新兴的 新兴的 数字货币市场 还没动过啊 还没动过啊 那么这一个市场两万多亿 是什么呢 正面来讲 就大家讲的共识 共识 另一个方面来讲 就是什么呢 避险 避险 我一直说我 祝福和祝贺 祝贺 大家 因为你们 预先的 先知的 进入了这个领域 你们将会获得 因你们的认知 或者叫做你们的这个 闯进 或者叫做你们的这个 狗信 而带来的必然的 财富转移的机会 主要的内涵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没有创造家事 也没有创造财富 但是 世界上 确实 就是 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数字货币市场 而这个市场 而这个市场 发展到今天 已经 从无众 深有 到了现在的 两万亿以上的市值 那么这个现象 核心 讲的什么呢 币圈 币圈 这一个 量级 所存在的 存在的 和聚拢的是流动性 流动性 而这一个流动性市场 既没有牵扯到国与国之间的主权之正 表面啊 也没有牵扯到其团与集团之间的正面搏移 那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描述 那币圈正好就是一个相对软的桃子 那币圈正好就是一个最软的流动性最充足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币圈正好就是一个最软的流动性最充足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么在这个时段美国搞这个事儿搞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引起币圈的恐慌 引起恐慌 所以说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 让流动性资金离开币圈 他们寻求美国希望的恐慌群体需要的美国的在世 那习惯的语言讲 这就是一场流动性 流动性战争 这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标准的流动性争夺的战争 流动性争夺的战争 那么这个呢 是围观 围观就是局部的一个叫做分析 分析 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样的现象 还是那句话 我必须声明 这是一将之言 一人之见 仅供参考 要何在 它要的就是有圈外的流动性进入 圈外的流动性进入 那么最容易的就是在B圈去弄一下 叫做什么呢 以前围猎叫金鸟金兽 以前的捕鱼也叫金鱼金群 什么意思啊 那个布宽的河沟 用网做出一种六斗型的这个流网 南在下游 在上游 让一帮人拿着带铃铛的这个各种器具 在水里面 Ọt À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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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Àà À T À À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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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动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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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驚 那么宏观的来看呢 现在已经可以不去避讳这个语言了 前两年讲到这个话题我非常难受 因为这个话我们在平台上 在公开的资料上还看不到 就不好去表述它 我们国家要在一个新的领域里面 去建立我们的规则 我们的标准 这是习主席对任总行的期许 对任总行的期许 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标准 我们的规则 现在 就是借 维本山的这个未来发展的石头 封口潮流去建立我们布局十几年的规则标准和游戏 所以大家知道 19年的924 全世界都在朝向中国对数字资产数字货币的打压 那到了2023年呢 到了2023年呢 到了2023年呢 我们的标准 去强化去推动 以Weber 3 以及后来的 Weber 3.0 语境 为基础的标准 规则 以及秩序 的建立和推动 而美国 从这个月的月初开始 一步一步的 对所有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进行严格的打压追击 我们梳理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就已经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轮廓 文化的内海来讲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就是什么呢 没有无缘无故的动作 那么现在 到了今天 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地去面对一个现象 这件事是我们国家在推动 美国感受到了战略空间的挤压 感觉到了 利益被分割分切分配的切伏之痛 那么 从这个角度上 是不是一切就显得豁然开了 所以 我才敢在前面的几周不断地讲 6月6月6、6月1 甚至6月15、7月1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唯一我期盼的是6月18不产生变化 有人知道6月18什么意思吗 是最近一次 美国政府对布林肯访华的 期待日 6月18 他 布林肯访问中国 但是 对不起 不管 拜登和布林肯如何努力 有什么企图 但美国的国会那边 始终要跟他拉垮 所以昨天 美国出现了一个法案的落地 那这个法案的落地比打气球所产生的中美关系震动可能更大 所以我现在唯一的就是18号布林肯能够来到中国 并且在一周之内 我们能够看到中美联合声明或者公报 那么由于出现了美国的这个针对中国的法案 就是取消中国 这个叫做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那个法案 对不对现实中的政策和政治的这个修正 产生太大影响 产生太大影响 就是我们期盼布林肯18号能够如期访华 并且在五到七天的访问期中 能够与中国共同发表公报或者叫做这个这个协议决议一类的成果 我还是那句话 在目前状态上 我看不到那些有内部消息的老师们讲的那个时间节点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国际环境相当的险峻 相当的严酷 如果时报不再出现苏州号拦截中云号的场景 当然 我是乐观主义者 我坚信我们国家决策层的智朗 智朗班子 有足够的中华文明的智慧 应当不会发展到那种状态 好 这个不知不觉 我今天又和大家闲扯了一个小时 我希望我讲的大家真的能够听懂 真的能够听懂 还是那句话 趋势不可逆 趋势不可逆 期盼有期 期盼有期 叫做节点或者类目 可以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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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观的去看待和平凡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这个聆听 我们下周见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 热狗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和老师 回家 大家 可以修议 我们下周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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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